台北捷运今年18岁了 五条繁忙的路线 每天从早晨6点到凌晨12点 不停的载运乘客 疏解大台北都回去的交通 不过您可能不知道 其实台北捷运收班之后 真正的忙碌才要开始 因为一直要到隔天上班前 每一辆捷运都要进行严格的安全维护工作 接下来我们要带您深入了解 台北捷运的黑夜英雄都在做些什么 深夜的台北捷运也没有停工 有一群黑夜英雄现在才要开始工作 他们必须穿着跟记者一样 有这件的反光背心 以及戴上这顶安全帽 做好安全措施 正要准备为台北捷运的轨道呢 进行一场花费大约三个多小时的魔鬼整容 一个晚上的研磨量大概是800公尺 那在这个800公尺 我们会来回六趟才能跑完一个断面 我们断面就要从70度到45度 每天都在行驶的捷运列车 时间长了 轨道也就会被磨损 甚至呈现高地固定的波浪形状 为捷运的轨道整形保养 是这群台北捷运的工程人员 最重要的工作 我们会有原始的UIC60断面 去做一个跟现场的轨道断面去做一个比对 那我们刚才所看到我们KLD量测系统 就是在那条基准线的上面 一格大概是0.5mm 所以我们会在正负0.5mm之间 是一个漂亮的一个杠轨 魔鬼车走完一趟 领班就得实际检查一次 一手拿着测量轨道的工具 一手拿着相机 魔鬼车的领班阿三哥 仔细地拍照比对 磨过的轨道呈现平滑曲面 超过140位的工程人员 在台北捷运收班后 出没在深夜1点半到凌晨4点半 透过五种不同属性的工程车 为捷运执行录品计划 可能现在天气比较冷啊 半夜还要来爬起来工作 会觉得很累 其实对一般人来讲可能很累 那对我们这个夜猫子来讲 其实我们已经习惯这个工作了 解决现场的钢轨缺陷跟噪音 这是我们觉得比较感到骄傲的地方 尽管工作时间日夜颠倒 但这群黑夜英雄丝毫不敢松懈 在每个深夜到清晨 和摩托车默默守护串联台北捷运的轨道 在每个清晨 提供乘客安全又舒适的台北捷运路车 感谢您的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